接下來的話這個動作已經完成了 可是如果今天我希望不要只是簡單的寫個公式 因為寫公式來說當然已經很厲害了 而且還沒寫錯 而且還蠻順的我覺得 可是如果我希望 以前我們學過VBA吧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假設我希望不要做任何動作 只需要一個按鈕按下去 這件事就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當然一樣 以前自己要想程式如何寫 以前是要什麼 我們以前做法第一個 請你把開發人員叫做 還記得吧 因為沒有上過 箭頭其他命令 自訂功能區 把開發人員打勾 第一件 第二個的話呢 開發人員 這邊有VBA 那以前我們做法是直接先開一個模組 所以在這個地方按滑鼠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把程式 寫在模組裡面 應該有記得吧 那接下來就最難的 要把那個程式寫出來 對大家來說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可是現在我們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需要 請 確實力幫我們寫一寫看 那我的 敘述方法也非常簡單 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你把剛剛那件事 把它改成VBA就好 所以我的語法 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你在敘述地方的話 就是寫這樣敘述 你前面可以加個請也可以啦 不加也沒關係啦 請好像比較 比較禮貌一點 不過對他好像不需要太有禮貌 OK 幫我改為 VBA的SARB程式 我用這一段喔 那你們自己打打看好了 OK 所以 剛剛這件 就是你 承接上面的問題喔 你不需要重講 他應該還是會記得的 那當然你可以幫我改為 關鍵字就是這個 叫做VBA的SARB程式 OK那SARB應該記得吧 SARB其實就是類似這樣 將來可以建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完成 那相對於另外有一種叫Function Function的話就是可以自己變成一個 自定義函數 OK 不過我是覺得一般用SARB會比較普遍 所以我們 就請他 幫我改為什麼 VBA的SARB程式喔 OK 那這個以往喔 我們要自己寫真的太困難了 那現在會簡單一點 按下送出 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 會先回應你啦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回應到底對不對 就知道說 他到底會不會寫出程式來了 他說 你可以使用VBA 來自動計算年齡 並應用什麼 制定儲存 所以他等於都懂你的意思 而且還會把你剛剛的問題 把它承接下來 他說以下是一個SARB程式 所以喔 這個語法應該沒有問題 SARB程式喔 他會計算儲存 C2年齡 所以特別注意 C2年齡 目標儲存 剛剛我漏了一個東西 如果你是SARB 你要跟他講說你要輸出到哪裡喔 如果你沒跟他講 他會自己猜說你要放哪裡 所以最好是如果你是SARB程式的話 後面跟他講說幫我輸出到哪裡 應該就輸出到D2儲存 輸出到D2就可以了 我剛剛漏了 不過等一下其實可以再補一下 我們來試看喔 所以他把結果 自動幫你輸出到D2 還好他對的 並且格式化為幾歲 所以你會發現 他已經幫你寫出來了 有沒有就這一段 那你只需要複製程式 接下來做什麼事呢 直接就把程式貼到我們的VideoBasic裡面的這邊 記得喔貼到模組 所以目前沒有模組怎麼辦 沒關係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記得喔 這個應該還記得喔 按右鍵插入模組 然後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就可以了 貼上 那接下來我們來runrun看 run的話其實就把優標放在這個SARB中間 按執行 那我先把舊資料先清空好了 這個先清掉 那我的習慣是優標放D2 Ctrl Shift向下 Delete就可以了 不過目前已經delete掉了 他跑到最下面 再一個delete 他就幫你把資料全部清空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喔 他這個執行會不會正確 接下來我就把它執行看看 不過呢 執行的 第一個問題 他已經出現錯誤了 那錯在哪裡喔 應該你們猜也可以猜得出來 按真錯 好就這一行出錯了 請問 這一行 哪裡 出錯 而且要怎麼改 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喔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印象喔 這個序詞喔 指的就是工作表 所以如果將來你看到序詞喔 表示說你的工作表 後面的工作表的名稱 那指的是他用哪一個工作表喔 那目前我們是放哪一個工作表 學員基本資料 可是因為他不知道你的工作表名 所以其實啊 如果你假設你敘述的話 最好喔 直接跟他講說 在哪一個工作表裡面 在學員基本資料工作表裡面 OK 如果沒有的話呢 他就直接先幫你用一個叫序詞1 所以如果你要改 要怎麼改 很簡單嘛 把這個序詞1 改成學員基本資料就好了 所以我們自己改一下 把它點兩下 C 然後接下來再切過來這邊 把這邊改一下 把這個喔 有沒有 序詞1改成叫做 學員基本資料 這樣子 他就知道 喔原來是根據這個工作表 做底下的事情 那當然啦如果你懶得 把這個名稱帶過來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是直接怎麼樣 給哪一 第幾個 這個工作表 你不用給名稱 你直接輸入1就可以了 不過1的話一定是要一個 數字喔 指的是第1個工作表 OK 這樣也可以啦 但是問題是 位置不能調動喔 如果你第1個調到第2個那就錯了喔 所以比較保險還是用這個 改成學員基本資料 他就知道說 你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C2 這邊的話呢 他就從 這個工作表裡面 取得C2的值 就是你的生日嘛 所以他取得生日 上面這邊有個註解 取得生日的Birthday 然後再計算年齡 他用的好像就不是用那個 Excel裡面的Dedif 他另外的名稱叫Dedif 很像耶 只是 多了一個F 叫Dedif 然後呢 他就幫你算出H 並且幫你把這個H 直接就輸出到哪裡 這邊就是輸出到第2 OK 然後呢 自己再加上一個 幾稅 叫Lumber Format 他好像也是用 自訂格式喔 而不是 用那個 我們 end稅的方式 所以底下有執行看看 執行 這邊 就算出到